我妈买的画板VS 我买的画板 你喜欢谁的呢 这应该不用这么说了 总货的小伙伴都会喜欢我买的 今天我相当自信呢 这个不仅能画画 还特别好玩有趣 一看就很普通 我们才不想要烂大街都有的 这是我买的画板 走开 这是我买的画板 一块钱就能买到这么多 你们说值不值呢 原来画画不只能用笔 沙子也是妥妥的 而且还自带课程表 聪明的小可爱来猜猜吧 操作非常简单 三岁小孩也可以完成呢 想涂那里就撕开 哈哈 有点像在伤口上撒盐 接着用牙签给他涂抹均匀 再把多余的沙子刀掉 还是挺好看的 倒一倒 抹一抹 不用两秒钟就搞定 咦 一点也不环保卫生 我这个相信百分百的人都用过 不仅能画画还能写字 而且一拉就删除 多神奇又智能呀 重点还不伤眼睛 带去学校老师也不会没收 还搭配了图案印章 不会画画的小可爱 就可以直接印啦 拿在手上也很方便 而且不会弄脏手和衣服 不瞒你说我还是VIP的 把脚装上去 就变成一个凳子啦 坐上去妥妥也不怕摔 要像我一样学会节省 不是用牙签就是用木棒 刮一刮就是一幅画 而且还是五彩斑斓呢 解爱又好玩 虽然有点脱皮 抖抖就掉下来了 感觉是一本变色龙 刮到那变到那 不想要了轻轻一撕就下来 不过玩归玩 还是要打扫干净的 俗话说便宜没好货 你们见过可以画画的珠子吗 一开始我也有点不可思议 今天一起来见识画板界的王者 里面搭配了很多配件 反正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所以还是看一下说明书吧 天呀 可以拼这么多图案的 那我们来只鸭子好了 什么戒指 手环 陀螺 先把珠子倒下来 鸭子是黄色的吧 无胡 还有一只神奇的笔 不需要任何智商 就是这样对下去 哈哈 有点好玩 像母鸡在下蛋一样 再来一个紫色的 不管了 有点等不及了 给他喷点水定型 你看 不会掉下来 干了之后就可以弄起来了 神奇吧 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 妈妈 好了 你喜欢妈妈的画板还是小熊呢 想要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 我妈买的画板VS 我买的画板 你喜欢谁的呢 这应该不用我怎么说吧 懂得小可爱都会懂 蛤 鸭实惠又好玩 一看就很幼稚 好吧 有此类的都会选我的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今天必须跟你磕到底 这是我买的画板 走开 这是我买的画板 Lady go 我发现去学会画的小可爱很多 一个课程就要几千块 来吧 有了这个 画画小天才不是梦 先把灯安装好 再选一个图案 想要啥就有啥 来画一只蜻蜓试试 就算闭着眼镜都能一五一式画出来 简单几笔就搞定 对于不会画画的人来说 还是很乃思 擦一擦又可以重复来 哈哈哈哈 尴尬了吧 来看看什么是神奇画板吧 还自带魔法口号 这样看是不是啥也没有 只需用一只神秘的笔 轻轻一划 哎呦一个公主诞生了 你猜笔里面是啥东西呢 重点也不会弄脏手 有聪明的小可爱知道原理吗 你那种没有人会要的 不仅能做画 还能当成解压神器 挤一挤 就能把画的颜色填好 就感觉在玩泡泡球 非常的舒服 还能玩拉丝 记得多拉艾梦的鼻子是白色的 What 重点完成后能当摆剑 让你见识一下 火遍大江南北的涂鸦本吧 真的是人见人爱的 里面搭配了一只笔 非常方便 只需弄一点水都可以开始画啦 不用像以前那么麻烦了 里面搭配了很多颜料 不用怕不够用的 喜欢的点赞扣涂鸦本 我抄两位小可爱送同款 我相信百分百的人 应该都没见过 可以玩迷宫的画板吧 一个只要9.9 便宜到没朋友 拿来写字啊 做笔记 画画啊 都是妥妥当当 无限次使用 边学习边放松 也能挂在墙上 那还是没有我这个有趣 可以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而且是立马就会干的 你看多可爱卡哇伊 可以做书包挂件 钥匙挂件 好啦 喜欢妈妈的还是小熊呢 帮我帮我们的维纸 吧 我